郑欣怡紧急入院开刀,手术前无助落泪,父亲郑少秋竟全程未露面。 郑欣怡因突发急性盲肠炎被送到医院,在接受治疗期间她将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身材风鱼的她显现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不少细心网友发现郑欣怡的父亲郑少秋全程都未现身过。 亲生女儿生病住院父亲不曾露面实在让人匪夷所思,郑欣怡对此也未做出任何回应。 从她分享在平台上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她在镜头前一直保持着微笑,偶然调整坐姿不小心扯到伤口她才会流露出痛苦表情,网友们从心底里心疼这个女孩。 任何人在接受手术时都希望家人能陪伴在身边,可郑欣怡只有朋友,就在她急性盲肠炎时也是朋友陪伴她来医院并办理住院手术,她在承受疼痛的同时为了不让朋友担心还特意喷香水来逗笑朋友,郑欣怡只有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才流下眼泪。 对于父亲郑少秋没有陪伴在郑欣怡的身边可能是当时疫情肆虐导致不变,网上一些不好的消息希望这只是网友的过度解读。 不过好在她病房环境极好,希望可以让她心情好起来对病情也有益。